天主,我们在祢的殿内, 想念着祢的词汇。 天主,祢的名号愿达地极, 祢己正义同去大地。 宁父,祭祀,祭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上年期第十四周, 这个礼拜我们会读欧塞亚先知。 上周我们读了亚茅斯先知书, 那两位先知的就是同样的时间, 他们也在北国,在以色列宣传天主的话。 那是公元前第八世纪, 这是在整个以色列国家的一个混乱的时间。 比如说,有大概四位国王被暗杀。 所以,这个论理道的方面, 还有信仰方面是很大的危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欧塞亚先知他很努力鼓励他的同胞悔改,归向天主。 那整个欧塞亚先知书的主题应该是天主的慈爱, 天主永远无条件地爱我们。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道理。 我向圈恩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罪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祈礼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祈礼。 上主求你祈礼。 基督求你祈礼。 基督求你祈礼。 上主求你祈礼。 上主求你祈礼。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因圣子谦卑自相, 拯救了陷于死亡中的人类, 请使我们因生活的革新而故。 既然你让我们突免罪恶的奴役, 求你也赐予我们得享永恒的欢乐。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去圣神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欧瑟雅仙之书。 上主这样说, 看哪, 我要把我部中的妻子 领到旷野里去, 和她谈心。 从此, 我仍要将她的葡萄园赐给她, 仍将阿科尔山谷 作为她的希望之门。 她要上到那里, 就如她幼年时, 就如她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一天。 上主这样说, 她要称呼我为我的丈夫, 不再称呼我为我主。 我要永远娶你为妻, 依正义、公平、慈爱、怜悯娶你, 以忠贞娶你, 你就会认识我是上主。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我要日日歌颂你, 赞美你的圣名, 永不停止。 上主伟大, 极堪赞扬, 他的伟大不可测量。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世事宣扬你的功成, 代代传述你的大能, 呈扬你的尊荣, 传扬你的话功。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讲述你, 精人的威能, 赞扬你, 无限的伟大。 怀念你, 无比的甘疑, 引用你, 无上的正义。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欢愈发怒, 仍爱无量。 上主对待万有, 温和善良。 对他所创造的万物, 仍爱慈祥。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赞美主,赞美主,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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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摧毁了死亡, 并借福音彰显了生命。 赞美主,赞美主,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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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夺圣马斗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正在和门徒说话 有一位会堂长走来跪拜他说 我的女儿刚才死了 可是请你来把手放在他身上 他必会活过来 耶稣就起来和门徒跟他去了 有一个女人患喜了十二年了 走到耶稣背后摸了他衣服的碎子 因为他心里想 只要我一摸他的衣服 我就会痊愈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了他说 女儿放心吧 你的心的是你痊愈的 从那时起那女人就好了 耶稣进来会堂长家里 看见垂堤的人和乱哄哄的群众 就说走开吧 女孩子没有死 只是睡着了 他们都讥笑他 耶稣把群众赶出去以后 就走进去 拉着女孩子的手 小女孩就起来了 这消息传遍了那一代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给你 如果我们想要找读经义跟福音的一个共同点 我想这个共同的地方就是 是女人 杜经义还有福音都提到 女性 在杜经义 欧塞亚先知 当然他说的是天主的话 所以是天主这样说 看啊我要把我部中的妻子 领到旷野里去 天主的妻子是谁 就是以色列子民 这个是在九月里面 先知用这样的比喻 形容天主跟以色列子民的关系 就是要想夫妻 以色列子民就是天主的妻子 不忠实的妻子 那后来天主会宽恕他的妻子 然后他们的关系会更好 不过我们知道天主的妻子 本来是以色列子民而已 后来呢 现在呢 就是整个教会 我们的教会 就是也有这个角色 我们都是天主的妻子 嫁给天主的 整个教会 所以在圣经里面 九月 新月 新月都一样 如果我们看到女人 这些女人 女性就是代表整个教会 那这样的教会 是怎么样的教会呢 有罪的教会 还有呢 有病 生病的教会 有渴望的教会 这个就是我们的教会 现在的教会就是这样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生病 我们也渴望天主会治好我们 会拯救我们 都有就是人 就是这样 教会就是人 很不完美的人 可是天主还是很爱我们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整个教会就是这个女人 要做什么 我们可以看福音里面的 有两个女人 一个是小女孩 另外的是 已经是长大的 换泄露十二年了的那位女人 所以我们会发现 有时候是别人 帮助那些女人 所以信仰是团体的信仰 我们要彼此帮忙 可能有时候 我生病到这个程度 我自己没有办法走出去 看一生就是耶稣 所以别人要帮助我 带我去 在这个小女孩子的部分 是她爸爸求耶稣 救她的女儿 是别人帮忙 那位年纪可能比较大的女人 换泄露的那位 她自己还可以想办法 她想到的办法 就是很特别 想要摸耶稣的衣服 她想到这样的办法 所以我们就是要 我们的角色 当然都是天主要给我们 白白的恩宠 白白给的恩宠 是耶稣要拯救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 治好自己 可是我们还是 可以想办法找耶稣 耶稣 耶稣看到我们 一定会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 就是要继续努力 我们也要承认 我们有病 我们生病了 就要去找 最好的医生 就是耶稣 我们要彼此带导 我们教会的每一个成员 是不完美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生 耶稣基督 主我们把今天的 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绝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你圣宠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执意为主恩神 守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却以把个人今天的一切 苦乐 成败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居心的弥撒 呈献给你 会光荣你的圣名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生侍奉你 主 请以你的宠爱 慕于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是恩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其切恩人 是恩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用圣的天 主 求你配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须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请祝于我们 其一切信用的心中 求此我们敬畏及宵爱之神 阿们 求此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此我们超见及民大之神 阿们 求此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祝祷 主 求你 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捐弃成见草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让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红衣木乏 并使上为龙兽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并奉主耶稣的名 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民寿献扬 愿你的国来民 愿你的举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利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的药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愿我们的良意耶稣基督 今天治愈我们 愿主为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圈内的天主 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圣道礼 礼成我们去传播福音吧 感谢天主 圣道礼 圣灵好似一地朝路 转眼就不知去想 可必为圣灵忧伤 心中有出亮光 重新得着力量 信赖耶稣 心中就有平衡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